竹马是天生坏种 他看上了新来的转学生 装成正常人去追求他 转学生很快沦陷了 不仅把我的劝告当成挑衅 还转头出卖了我 苏妍说你是超雄综合症 不让我和你在一起 但我相信你肯定不是 竹马恼羞成怒 活活把我打死了 再睁眼 我回到了篮下转学生那天 这一次 我把竹马的病例换成了情书 鼓励他勇敢追爱 一 苏妍 你找我 正应应甜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猛然惊醒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食指如葱 完好无损 我这是 重生吗 还重生到一切噩梦的开始 我还没有被虞成打死 突如其来的狂喜席卷了我 随即又变成刻骨的恨意 我的竹马虞成是超雄综合症 天生的坏种 上辈子 他看上了新来的转校生正应应 装成正常人去追求他 我不忍心看到正应应跳入火坑 于是自作主张地把虞成的情书 换成了病例递给他 我劝他擦亮双眼 不要被虞成装出来的温柔体贴欺骗了 没想到他不仅不信我 还转头出卖了我 苏妍说你是超雄综合症 不让我和你在一起 但我相信你肯定不是 虞成 我这么爱你 你可要好好对我 我费尽心思复印到的证据 也被正应应当成了战利品 送给虞成诉说真心 当晚 我被虞成堵在小巷里 他踩断了我的手 活活把我打死了 而正应应看到血肉模糊的我 第一反应是拉着虞成逃离案发现场 他说 苏妍死了就死了 处理成失足落水 父母接受不了我的死讯 精神恍惚中接连病逝 在于家的帮助下 虞成不费吹灰之力吞并了我家 和正应应一起幸福地迈进婚姻殿堂 看着这一切 我怨气冲天 恨得牙银都要咬碎了 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这一次 我不会阻拦他了 看正应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我把兜里的病例揉成纸团 假装神秘地把他拉到座位旁边 这是虞成托我给你的 我从书包里掏出粉嫩嫩的情书递给他 调侃的笑了笑 他害羞 不敢亲手拿给你 就拜托我跑腿了 正应应的脸一下子红了 他目光躲闪 深入闻盈 真的吗 虞成他 也喜欢我 我垂眸 眼下眸底泛起个冷意 上辈子的我是有多眼瞎呀 看不出正应应早就沦陷了 既然他痴心一片 那我就成全他 虞成不喜欢你 怎么会给你写情书 我鼓励他 盈应 如果你也喜欢他 就去勇敢追爱吧 正应应红了脸 攥着情书去找虞成 放学后相遇 他们已经手牵手 在夕阳下互诉中场了 我微笑着 把周巴巴的病例丢进垃圾桶里 有同学经过 好奇地问我 班长 你扔了什么 我柔声回到 一张废纸而已 不重要 正应应不是标榜爱能止痛吗 那就去痛一辈子吧 我苏妍 不会再管他了 二 虞成对正应应的好 是有目共睹的 他风雨无阻地给正应应带早餐 周末还约他出去看电影 陪他在游乐场玩一整天 更重要的是 虞成长得帅 一米九的大高个子 肌肉流畅厚实 浓眉大眼 笑起来还有小酒窝 他装成正常人的时候 连我都分辨不出来 更别提正应应了 他被吃得死死的 看向虞成的目光里 爱意一天比一天浓烈 班上的同学都被虞成威胁过 自然不敢去揭发他 而我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对于暴力狂和恋爱脑 尊重祝福所死就够了 没想到 最先坐不住的是正应应 他在一个午后找上了我 苏妍 虞成他掐我胳膊 正应应小脸苍白 仓皇不安地抓着我的手 眼眶里蓄满了泪 我喊疼 他不仅没松开我 还笑得很开心 苏妍 你生事有什么事瞒着我 他紧紧盯着我 目光里满是质疑 上辈子我苦口婆心 反倒被他当成挑衅 这辈子我不再插手 他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可我不会给他伸挖的机会了 我笑了笑 把耳机摘了下来 盈应 虞成没谈过恋爱 可能还不太懂怎么表达爱意 可他弄疼我了 可笑 我被虞成活活打死的时候可比你疼多了 我压下心里的恨意 不动声色地握住他冰冷的手 神色真诚 盈应 你们是彼此的初恋 应该多多包容对方啊 你连他杀人都能包容 怎么这会儿就输不了了 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正应应的眸光颤了颤 似乎被我说服了 对 我爱虞成 虞成也爱我 我们应该相互包容才是 他喃喃自语 又扭头跑去找虞成了 我盯着他离去的背影 冷冷地翘了翘唇脚 三 郑盈应完全把我当成了情感导师 一和虞成有什么矛盾 就跑来找我哭诉 我一边鼓励他 安慰他 一边假装不经意地跟虞成抱怨 你对于好点 我看他来找我的时候 提起你总是不太开心 路灯下 虞成的脸突兀地阴沉下来 他鼻孔里哼着粗气 眉压眼露出几分凶力和怨毒 我眼下笑意 匆匆回了家 心里恶毒的兴奋 却肆意滋长 郑盈盈不再来找我了 仅有的几次碰面 都是匆匆和我擦肩而过 而我一门心思都放在学习上 对远离他们非常乐意 没多久 学习委员柯益回笑了 在我贫瘠的记忆里 他虽然沉默寡言 但成绩极好 这次他去参加物理竞赛 直接获得了金大将分录取的资格 我看着严重偏刻的成绩 摸了摸鼻子 抱着试卷去找他 柯益 阳光下 少年微微抬起头 迎上他疑惑的目光 我习惯性扬起微笑 这道题我不太会 能帮我讲讲吗 柯益顿了顿 点头答应了 他是个好老师 见我基础不牢固 便主动提出帮我补习 在他清冷的声线里 晦涩难懂的知识点 被拆解成熟悉的内容 在逐一串了起来 柯益 你好厉害 当我第一次做出了物理的压轴大提时 差点喜极而泣 柯益的耳间红了红 又翻过了一页书 还学不学了 待会给你讲电词 我连声应下 学 未来的精大教授给我讲课 这可是羡慕不来的好事 月考的时候 我冲进了全班前三 按这个架势 无数不准也能上精大 我养了洋务理事卷 挑眉问柯益 全校第一 请你吃烧烤 柯益妈撒着课本上翘起的一脚 滴滴应了声好 我喜滋滋地架着他往外走 东门的小吃街烟火缭绕 各种香气使劲往鼻腔里钻 我点完单准备付款 才发现自己的钱包 放在教室里了 柯益倒是想负 被我强行压回位子上 柯益 说好了是我请你的 见他点头 我才放心回到学校 因为是周五 同学们都离开后 整栋楼静悄悄的 我爬到四楼 正直着膝盖膝盖喘气时 突然听到教室里 传来激烈的争执声 于成 你为什么要隐瞒 你是超熊 郑益应尖锐的声音 仿佛一把小锤子 在我耳边重重响起 我一愣 随即冷笑起来 郑益应去了几次瑜伽 也看到了那份 藏在枕头下的病历吧 于成极强的施暴欲 和占有欲 根本不是所谓的殷勤不定 他是超熊 天生就喜好折磨人 没了我的死 于成便没有把柄 在郑益应手里 他会怎么对待 接他牢底的郑益应 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果不其然 于成暴躁地怒吼 你个贱人 谁告诉你的 桌椅被狠狠踹翻 猛然爆发地打杂声里 夹杂着郑益应的哭声 哭吧 哭吧 于成可没那么容易摆脱 我看了一会 便觉得无趣 转身就走 却不慎踢到了同学 放在教室外的书架 清脆的响声 在混乱中清晰可闻 郑益应抬起头 从窗户的缝隙里看到了我 他双眼通红 指着我突然间叫道 是苏妍跟我说的 他说你是超熊综合症 让我和你分手 于成也跟着抬起头 昏暗的灯光下 他手握棒球棍 朝我裂开了恶意的笑容 原来是你呀 苏妍 四 我心下一惊 前世被活活打死的场景 又浮现在眼前 彼时的于成 也是露出了这样的笑容 苏妍 你是用哪只手 把我的病历递给盈应的 我趴在地上 疼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于成得不到回答 便把我两只手都踩断了 他就是个恶魔 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狠狠掐着掌心 用疼痛逼自己清醒 不 这辈子我还没有走到绝路 郑益应这么着急 泼我脏水 不就是怕被于成发现端倪吗 那我更不能辜负他的苦心了 一个大胆的计划 在我脑海里慢慢成形 我努力压下恐惧 神色变得不可置信起来 盈应 你怎么能这样造谣于成 他只是脾气暴躁了些 怎么可能是超熊 于家人怕丢脸 把于成是超熊的事情掩盖得很好 但日日接触下来 我们几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所以 只要我咬死不承认 郑益应也拿我没办法 我继续火上浇油 郑益应见我反驳他 情绪更加激动了 他尖叫道 你放屁 病历上明明写着于成是超熊 话音刚落 他猛得捂住嘴巴 我内心止不住的狂喜 没想到郑益应这么蠢 居然直接在于成面前自爆了 真是天助我也 我果断开口 故作失望地看着他 怪不得 话流半截 于成成功对我转移了注意力 他把止骨掰得搁置作响 语气阴森森的 怪不得什么 迎着郑益应惊恐而愤恨的目光 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家走廊的窗户 刚好正对着你的房间 我出来捣水时 有好几次看到益应在你房间里 鬼鬼祟祟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的样子 我画风一转 担忧地看向于成 你没丢什么贵重物品吧 我心想你们是情侣 就没提醒你了 真是对不起 一来一回 我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什么超熊和病例 我不清楚 反倒是郑益应可疑得很 果不其然 于成对我真诚的语气说服了 他很厉世血的目光 转头盯上了郑益应 于成是苏妍一直劝我分手 我才起了疑心的 郑益应还在垂死挣扎 我冷了神色 装作失望透顶的模样 郑益应 虽然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了 但你这样挑拨我和于成的情分 不太好吧 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 我拿出兜里的MP3 播放前不久的录音文件 郑益应哭诉于成掐他胳膊后 是我温柔的劝慰 益应 于成没谈过恋爱 可能还不太懂怎么表达爱意 你别生他的气 他那么爱你 怎么会忍心伤害你呢 你们是彼此的初恋 应该多多包容对方啊 郑益应目自欲裂 扑上来就想抢走我手里的MP3 我顺从极了 任凭他把MP3砸到地上 还踩了几脚试图停止播放 可他不知道 我有超能力 我的学习用品都是顶配 不是随便踩几脚就能毁坏的 MP3还在想 这次是我被英语课文的声音 我解释到 我的口语不好 便想着把自己被课文的声音录下来 方便纠正读音 我也没想到 盈盈当时会来找我 咔嚓一声 MP3被他踩成两半 彻底报废 也算是不如使命了 我眼下笑意 另一边 于成的脸色 已经不是用英诚可以形容的了 寂静到有些可怕的氛围里 他目露凶光 郑盈盈 你居然敢骗我 于成手握棒球棍 脚步声重新响起 这一次被盯上的目标 是郑盈盈自己 他惊慌失措的后退 漂亮的小脸上满是眼泪 我不知道 于成 我不知道 棒球棍高高举起 离他只有几寸距离 我畅快地看着这一幕 快点打下去 然后一个脑袋开瓢 一个牢底坐穿 也算是另类的圆满爱情了 在于成即将砸下去的前一秒 一道中气十足的怒斥声响起 助手 五 教导主任来了 他身后 还跟着神色少有的慌张的柯益 看到我安然无恙 柯益松了口气 抿着唇解释道 我看你很久都没回去 以为你遇上什么麻烦了 就擅自主张去找了教导主任 柯益是全校第一 老师们都捧在心肩肩上 能请的洞主任 也是情理之中的 但我还是觉得很不爽 明明我离成功报仇 就差最后一步了 不对 我猛然惊醒 如果于成真的一棍子打在正义硬头上 我是能大仇得报 但随着而来的麻烦可不少 我作为命案的目击证人 一定会受到严格的盘问 到时候 我也难以全身而退 想通这个关节 我不禁一身冷汗 我不仅要复仇 还要为自己的新人生负责 我的未来精彩万分 不值得因为他们而深陷沼泽 柯益 谢谢你 我感激地抓住他的手腕 你来得太及时了 柯益顿了顿 轻轻摇了摇头 另一边 教导主任保刀未老 一个擒拿制住了于成 他拖着于成和郑益硬 转头看我 苏妍 你也过来 不算空旷的办公室 被我们一行人塞得满满当当 于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把主任气得够呛 于成 你先说说怎么回事 主任把桌子拍得震天响 于成还是一脸无所谓 甚至有闲心拖了张椅子坐下 没什么 我只是在和盈益玩游戏 盈益 你说对吧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到了郑盈益身上 教导主任根本不信于成的瞎扯 鼓励地看着他 劝导他 别怕 把真相说出来 老师会为你做主的 我同样很好奇郑益益会怎么说 上辈子 他是于成的共犯 于成根本不敢对他太差 怕他一个想不开跑去自首 连带着两个人都吃牢饭 而这辈子的郑益 可没有这种优待 见识了于成的暴力和杀星 他还会不会告诉自己 爱能止痛呢 众目睽睽下 郑益益红着眼睛开口了 主任 于成和我玩呢 您别怪他 话音刚落 他搅着手看向于成 目光里尽是缠绵的爱意 我险些被雷了个外焦里嫩 于成都想把你脑袋开瓢了 你还在这情深似海 真是破锅自有破锅盖 破人自有破人爱 教导主任显然也被雷到了 他抹了把脸 转头来问我 苏妍 你当时也在场 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还没开口 一股冰冷恶毒的视线 便盯上了我 不用回头 我都知道是于成 从小到大 因为于家父母的救命之恩 我一直对他多加忍让 连他欺负别人 都是我顶在前面替他开拖 帮他道歉和处理矛盾 我被受害者的家人 骂得狗屑临头时 于成就躲在后面 吃着零食打游戏 没有半点愧疚 他还像以前一样 警告我不要乱说话 继续帮他顶罪呢 可惜 想起上辈子偷听到的谈话 我便恨得牙痒痒 什么救命之恩 都是他们于家演的一场戏 我面无表情地说 老师 我是碰巧路过的 不太清楚前一后果 于成同学的脾气一向暴躁 他可能和郑盈盈同学之间 有什么矛盾吧 什么矛盾能闹到想要杀人 这就是教导主任 应该苦恼的事情了 不过经过我这么一说 于成上了学校的重点观察名单 也休想过的和之前一样快活 于成看向我的目光 疏忽间变得怨恨起来 多可笑 我给于成当了十几年的冤大头 他都不曾感激过我 现在我不愿意了 他反倒开始心怀不满 我脸下心神 暗暗给自己敲响警钟 六 由于郑盈盈的恋爱 脑合于家人的插手 于成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他写了个检讨 这件事就不轻不重地翻篇了 郑盈盈还挺高兴 话里话外都是炫耀 于成已经发誓了 他说这辈子都不会打我 否则就生不出儿子 你说他如果不爱我 怎么可能发如此狠毒的誓言 男人的嘴 他还真敢信 而且能把生不出儿子 当成毒室的人 本质上肯定是重男轻女 真到了那一步 吃苦的还是郑盈盈 不过话不投羁绊巨多 经过上辈子 我早就知道 他有多么的圣母心和恋爱脑了 他想用反抗外界 种种流言蜚语的行为 向于成证明自己有多爱他 希望能成为于成的例外 来满足自己被需要的渴望 和救赎他人的幻想 为此他可以付出一切 包括朋友 也包括他自己 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 甚至还会为虎作伤 上辈子 郑盈盈在各个社交平台 宣传他和于成的绝美爱情 夸超雄是嘴硬心软的保护神 他劝宝妈们生下超雄 哄骗不安事事的小女孩 和超雄谈恋爱 也不知道毁了多少人 毁了多少家庭 但这辈子 他能不能说出这么天真的话 可就不好说了 我压下愤恨 淡淡撇了他眼 那我祝福你们 如果暴力狂和恋爱脑能锁死 不去祸害其他人 我举双手双脚第一个同意 没得到自己想要的反应 郑盈盈跺了跺脚 愤恨地跑开了 经过这件事 我和他们两个人正式决裂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面对于成毫无招架之力 我还专门去学了泰拳 体能和成绩都在喜人地增长着 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 在此期间 于母来我家做客 她旁敲侧击问我 是不是和于成有什么矛盾 说于成还是个小孩子 让我不要和她计较 我冷笑 两百多个月的小孩子吗 于母兴兴闭嘴了 转头又提起了之前 从人犯的手里抢下我的试剂 要我家把刚拿下的一个单子 让给他们 这个单子虽然利润不高 却是进军国外市场的重要一款 没重生前 我可能还会傻乎乎地一起劝父母 而现在 知晓了于家险恶用心的我 自然不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情了 不行 我立马挥绝掉 你说得轻巧 我家做出这种违约行为 赔偿一大笔钱是小事 损坏了生育才是大事 于母里不知气也壮 反正你们家有钱 让让我家怎么了 所以我家就活该被吸血 这家人还真是一脉相承的不要脸 父母虽然疑惑 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但很快做出了反应 把于母请出了家门 等关上门 母亲才轻声细语问我 妍妍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是一向很感激于阿姨吗 怎么突然转变态度了 在外人眼里 我对救命恩人口出恶言 已经算是不知好歹了 但父母最先关注的 还是我的想法 上辈子是我连累了他们 想到这里 我紧紧抱住母亲的腰身 悔恨和愤怒在心里交织 等缓过这一阵情绪 我跟他们解释道 我梦见有人跟我说 我小时候差点被人贩子拐卖 是于家一手策划的 那时候 我家刚好搭上发展的顺风车 一路高歌猛进 而于家压错了宝 赔得只剩下一座房子 于是他们盯上了我家 他们找来一个远亲扮演人贩子 上演了一出救命的好戏 爸 妈 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导致那个人贩子到现在也没找到 我没办法说这是偷听到的 只能说成托梦 幸好父母对我的话伤心 妍妍 你放心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 霸气地维护我 伤害我宝贝女儿的人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 我眼眶一热 更用力地抱紧他们 这辈子 我不会再让父母伤心难过了 气 虽然时隔久远 很多线索都模糊不清 但在超能力的推动下 父母还是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我险些被拐卖的幕后 果然和于家人离不开关系 父母很生气 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压于家 而学校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传开了于成是超雄的秘密 很多被于成欺负过 又被于家用钱摆平的同学 纷纷站出来宣泄不满 真是强导众人推呀 郑盈盈作为于成的女朋友 自然也被一些好心的同学劝分手了 我本以为她会有所出动 没想到还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同学们劝我和你分手 不让我和你在一起 但都被我骂回去了 于成 我这么爱你 你可要好好对我 不愧是恋爱脑 如果被那些同学听到了 怕是晦气的灵魂出窍 我安骂一声晦气 脚步没停 果断远离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很快迎来了百日试诗 上辈子的我没来得及参加高考 就被于成打死了 这辈子我一定要考上心仪的学校 我眺望着远处的群山 默默许下心愿 回教室的路上 黑衣问我 你准备考了哪个大学 我大大方方地回答 京大 对自己的野心 我向来坦荡荡 黑衣也笑了 那希望我们能在京大相聚 好 当晚我打了鸡血一样 刷刷多写了两套题 哼 我才不承认自己被激励到了 爸 高考前一周 于家邀请我们去参加谢师宴 名义上是谢师 其实是统一给同学们道歉 于成肆意妄为欺负同学的事情暴露后 对于家的生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于家父母焦头烂额了好几个月 也没能完全解决 盐盐 你真的要去吗 母亲担忧地问我 自从两家撕破脸皮 父母一直怕他们把坏主意打到我头上 但上辈子的血泪经历教会我一个道理 人善被人欺 如果我一再退让 对方只会更加猖狂 倒不如将计就计 看他们还能使出什么花招 我笑了笑 没事 妈妈 我很期待呢 于家人会以什么方式吃牢饭 我可是期待得很 为了彰显诚意 于家在最贵的云上酒店订了包厢 我去的时候有点晚 只剩下一个位子了 哎 于成呢 我环顾一圈 没看见今天的主角 倒是郑盈盈愤恨地瞪了我一眼 目光里还有我没看懂的情绪 我不嫌不淡地一开目光 旁边的同学挠了挠头 听说她把饮料撒身上 去换衣服了 我点了点头 端起桌上的果汁喝了一口 是我最喜欢的桑胜汁 甜滋滋的 我没忍住多喝了几口 然后悲催地发现自己的牙齿都被染黑了 正是场合里 我无法忍受自己的衣容仪表有瑕疵 下意识地想去卫生间数个口 即将出包厢的时候 我余光里看到郑盈盈也跟着起身 终于要来了吗 我压下心里的期待 和她保持着时不远的距离 一前一后来到卫生间 说完口 我撑在洗手台上 看着镜子里化了浓妆 也难掩悴的郑盈盈 怎么了 我朝她扬了扬眉 爱情果然养人 郑盈盈都快枯萎了 不过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也是她自己要承担的债 人格有因果 贸然插手只会损了自己的运倒 瞧 我顿了顿 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我的家世 是父母日夜辛劳打拼出来的 我的成绩 是我孜孜不倦学习出来的 郑盈盈只看到了耀眼的光芒 却没看到底下用汗水助就的根基 那才是我们成功的缘由 不过这种道理 郑盈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懂了 我垂眸 转身欲走 没想到 一块毛巾猛地捂上了我的口鼻 即使我迅速避气 也难免吸入了一些 不一会儿 我便开始感觉到头脑发晕 郑盈盈把毛巾丢进垃圾桶里 伸手扶住了我 对不起 苏妍 我也没办法 她一边碎碎念 一边把我的手臂放到她肩膀上 像搀扶着一个罪鬼一样 把我带进电梯间 我咬着牙 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 颤抖着手伸进裤兜里 拨打了紧急电话 可以 快接 电梯一楼一响 很快到了酒楼 郑盈盈扶着我进了一个没开灯的房间 随后咔哒一声 落了锁 寂静的氛围里 响起了于成的声音 她不怀好意地接近我 苏妍 我等你好久了 酒 我是真没想到 2023年了 于家还能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报复手段 看样子 他们是准备把我要晕后 和于成生米煮成熟饭了 我从未如此感谢过自己坚持学习泰拳 我狠狠咬了下舌尖 继续力量揍在于成脸上 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 效果非常显著 很快于成的脸上多了块害人的亲子 苏妍 你找死 于成没想到我会反抗 恼羞成怒的怒吼道 她凭借力量优势 单手把我两只手都束缚住 然后粗暴地扯开了我的衣领 微凉的空气和湿热的呼吸交融 强烈的恶寒感袭来 我深吸一口气 肘准时机屈膝顶了上去 这一招 教练说是段子绝孙腿 效果同样显著 于成立马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与此同时 被正营硬锁上的门 也被用力地撞开了 走廊上温暖的光倾斜进来 我侧过头 模模糊糊中看到了柯易 他神色冷到不行 浑身煞气 我心肩一抖 连忙把疼得满头冷汗的鱼城 掀翻在地上 朝他挥了挥手 Hello 见他没理会 我只好叹了口气 软声道 柯易 拉一把我吧 我没力气了 听到这句话 柯易才向上了发条的机器人 僵硬着身体一步步踏进房间 他的手豪冷 攥着我手腕的力气也极大 怀抱确实令人心安得造香气 苏妍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柯易声音颤抖 掌心滚烫 让我罕见得无措起来 我久违地反思了自己 好像柯易碰上我的两次都闹得挺大 一次是渔成要把阵营脑袋开调 一次是渔成要对我霸王硬上功 总而言之 渔成就是个大灾心 我默默唾了一口 试探着说 我没事 反正你也在吗 我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知道这场解试验 瑜伽肯定会搞幺蛾子 便提前和柯易约定好 让他顺着电话里的路线来找我 只是我没想到 柯易的反应会这么大 他该不会喜欢我吧 这个念头一出现 就被我狠狠掐灭了 怎么可能 柯易怎么可能喜欢我 上辈子他可是坚定的不分足 追他的女生千千万 他依旧狼心四铁 四季次 我尴尬地想抽回手 更尴尬的是 我没抽得动 柯易 我抿了抿唇 有些无措地望着他 柯易垂眸看我 眼底翻涌着莫名的暗色 让我心惊胆战起来 有什么东西 就快要破土而出了 下一秒 血眼上的门 再次被暴力推开 手电筒的亮光 晃得我头晕 来人的声音红亮 一听就很有安全感 警察 都给我举起手 十 听说于成被押进派出所 于母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我儿冤枉啊 他哭得惊天动地 坐在地上一个劲的撒泼 我把检查报告 甩到他身上 冷冷地扯了扯嘴角 你要不睁大您的狗眼 仔细看看 医生在我的血液里 检测出了迷药 脖子上的牙印 同样取样 到了于成的DNA 于成犯了罪 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于母眼神闪躲 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 勾引我儿子的 毕竟你们青梅竹马了十几年 我儿子又长得那么帅 你有点什么心思也不好说 他说着说着 眼前一亮 拉着旁边的中年警察 大声指责我 肯定是苏颜自导自演 我儿子都有女朋友了 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我险些被于母的 强盗逻辑气笑了 对对对 全世界都对你儿子有心思 之前我还挺疑惑 为什么于成打过于母几次 他还能这样维护自己的儿子 现在看来 和郑盈盈一样 都是爱能止痛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我发了个白眼 刚想气势汹汹地嘲讽回去 这时工作人员匆匆赶来 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那块 用来迷运我的毛巾找到了 上面检测出了郑盈盈的指纹 郑盈盈很果断地认了 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他说是因为嫉妒我 想通过这个方式扰毁了 还说整件事都是他自己干的 和于成没有一点关系 于成会对我不轨 也是受他胁迫的 哇 这是什么品种的恋爱脑 而坏消息是 沿途的摄像头因为在检修 所以没能拍到有用的证据 于家人早有准备 十一 见我脸色微沉 于母老神在在地坐了回去 我就说苏妍心思不正 巴不得嫁进我家 不然她怎么不反抗 我儿子那么绅士 苏妍不愿意 她怎么可能留下痕迹 墙上不成就给我造黄瑶了 于母还在说 浑浊的眼睛里闪过贪婪 苏妍 这件事闹大了对你没好处 这样吧 你家的产业转赠给我们 我就让阿诚娶你 不然你没了清白 哪个男人愿意要你 这算盘都明晃晃打到我头上来了 可惜我要让他们失望了 我眼下笑意 撇了一眼门口出的人影 郑盈盈对我下药 我不信 作为她男朋友的余成一点都不知道 于母冷冷一笑 刚刚警官不都说了吗 郑盈盈她嫉妒你 这件事里最无辜的就是我儿子 你们快把我儿子放了 郑盈盈没动弹 只是攥成拳头的手微微颤抖 看来他们是串通好了 想牺牲郑盈盈 把余成摘出去 这可不行 我脑子一转 患上楚楚可怜的神情 阿姨您说的对 我暗恋余成 鬼迷心窍想要将错就错了 刻意动了动 被我悄悄按下去 我继续生情并茂的表演 这是对于成不公平 我脑子都被破天的富贵冲晕了 更加没注意到我眼里的嘲讽 一番愉悦的谈话后 我看着还没离开的郑盈盈 笑着说 那郑盈盈怎么办 我和于成结了婚 她会不会来骚扰我们 于母唾了一声 她敢来 我就打她一次 可能是我温顺的表现 让于母打消了防备 她没看到郑盈盈 便安然地跟我推心之父 我们于家认准的儿媳妇 就只有你一人 郑盈盈盈她算得上什么 跟我儿子谈过一次 就以为自己能嫁进来了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只要我顶罪 等我出来了 于成就娶我吗 现在想不认账了 于母被郑盈盈的自爆 气得尖叫 闭嘴 你个蠢货 我满意地看着这出狗咬狗的好戏 不要小瞧一个恋爱脑的脑残程度 她会因为于成而选择顶罪 自然也会因为于成 把说话不算话的于母出卖 民警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他们分开 于母头发杂乱 再也没有之前优雅大方的模样 我笑了笑 其实我光凭这几张检查单 就能起诉你们了 不过还得谢谢你 让我看了这一出反目成仇的戏码 于母再傻 也知道我是演给她看的了 她伸出手就想来打我 苏妍 你个贱人 我轻巧躲了过去 用力攥住她的手腕 她反抗不得 鼻孔喷得气恨恨地瞪着我 还有 谁说我没反抗了 你的宝贝儿子可是被我踹废了 于母的神色僵致下来 我把报告单拍到她身上 付到她耳边笑应地说 而且 这算正当防卫哦 怎么办呀 于成生不出你们想要的金孙孙了 要不你和于叔叔再努努力 看着那短短几行字 于母瞬间目自欲裂 大声哭号起来 我畅快地看着这一幕 李彻底整款于家 就差最后一步了 12 开庭那天 于母还没放弃给我泼脏水 于家人真是一窝子法盲 还以为光凭自己一张嘴 就能颠倒黑白呢 怪不得上辈子 能把我家的产业 摆落成那个样子 他们不知道 即使没有监控 也还有其他证据 郑盈印的口供 于母彻底崩溃了 她赤红着眼 嘶吼着说 当初就不该就我这只白眼了 谎言说多了 连她自己都相信了 我笑了笑 这件事你偏偏自己就够了 还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对上我心知肚明的目光 于母的脸彻底灰败下来 念诺着说不出话 如果不是时隔久远 找不到直接证据 我高低也把于母告到牢底坐穿 和她最亲爱的儿子一样 临走前 我去见了郑盈印一面 她的脸色 已经不是用憔悴可以形容的了 和上辈子的光鲜亮丽 一点也不一样 隔着一道玻璃窗 她神色恍惚 苏妍 我是不是做错了 如果当初我没去找于成告白 如果我没听信于家人的鬼话 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她因为买卖违禁品和协助犯罪 定的行也不比于成低 我深深地看着她 笑应地说 不 你没做错 你虽然失去了自由 但你获得了爱情啊 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郑盈盈呆愣地摸了摸小腹 没再说话 探视时间到了 我转身就走 走廊上 和身穿球服的于成狭路相逢 她被剃了光头 面容颓废 听说犯了强奸罪的犯人 在监狱里处于最底层 任何人都可以来踩上一脚 更别提她长得还算不错了 于成不是喜好暴力吗 在监狱这个大染缸里 多的是比她还凶猛的 她会遭遇什么 我光想想都觉得高兴 擦肩而过之际 于成突然爆起 她袖里划出一条 被磨尖了的牙刷 朝我猙獰的扑了过来 苏妍 我杀了你 事发突然 连押送她的冥警 都没反应过来 我眼急手快地 攥住她的手腕 咔嚓一声 她被我声声压翻了手掌 冥警迅速 把她手里的凶器夺了下来 刚想拉开于成 就看见我一拳 揍上了她的鼻子 他们默默地退开了 我红着眼睛 一拳一拳 雨点斑落在于成身上 上辈子被活活打死的疼痛 我也要让她尝尝 于成从最初的怒马 到后来的求饶 苏妍 苏妍我错了 是我该死 你别打我了 放过我吧 直到他们把我拉开 我才喘着粗气 突然有点想哭 可谁来放过上辈子的我 一个新香的怀抱 把我包裹住 雨精姐姐温柔的声音响起 别怕 都过去了 苏妍 你摆脱了这些垃圾 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呢 对呀 我的美好人生 才刚刚开始 我吸了吸鼻子 看着窗外洒下的阳光 才感觉到 一直压在我身上的某些巨石 终于随风消散了 13 回到学校后 我继续投入紧张的备考中 期间听说了郑盈盈因为怀孕 被允许回家养胎了 不过羊水穿刺的结果并不乐观 她肚子里的宝宝 是个小超熊 我险些笑出声来 我翻到了上辈子她的社交账号 果不其然看到了 她新发的一条帖子 宝宝检查出了超熊 我要不要留下 底下的网友们都在劝她打掉 产检是让你及时打掉有问题的孩子 不是让你提前知道孩子有什么问题 郑盈盈不愧是顶级恋爱脑 她不仅回忆起和于成的甜蜜时光 还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朋友唯一的孩子 我男朋友曾经发过誓 说如果不爱我 这辈子都生不出儿子 姐妹们 我如今怀上了儿子 是不是说明我男朋友会爱我一辈子啊 那这个孩子我更得留下了 男朋友她妈妈说我如果敢打掉 这辈子就别想进她家的门了 我是真的爱我的男朋友 不想离开她 夸超熊的话语整理好 私聊发给她 郑盈盈显得很高兴 超熊真的是嘴硬心软的保护神吗 那将来我就有一个大保护神 和一个小保护神了 我一定会是最幸福的公主 于成还没把你打醒呢 那好好享受吧 我唇角带笑 关掉了聊天界面 郑盈盈 你的美好生活可还长着呢 十四 父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气得开始围攻于家 于家本就在苟延残喘 如今更是连连溃败 成功收购那天 正好在公布高考成绩 我一直在想 大家都在攻注彼此前途各自光明 我跟着打下祝福语 笑意暖暖 柯益也给我发了信息 苏妍九月经大见 九月见 我把手机关上 享受着阳光 洒在脸上的温暖和幸福 不远处 饭菜的香气鸟鸟 父母亲切的声音传来 盐盐出来吃饭了 眼里的水溢涌起 我用力眨去 大声应当 好 从此之后 我的人生尽是坦途